当一个黑人出现在田径赛道 迎来的是看台全体白人的谩骂 唏嘘声瓷器笔伏 欧文却选择了沉默 他做好气跑的姿势 随着一声枪响 选手们就向离弦的剑 笔直地冲向前去 这是一道黑影杀出重围 一记绝尘的冲进终点 9秒03 新的世界记录诞生 教练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而裁判却说欧文的成绩是9秒04 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这种事欧文早就习以为常 只因为他黑人的身份绝对不能打破白人的记录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他选择用实力证明自己 跳远比赛上他拿出一条手帕 放在7米63的位置 这是上一个选手的记录 随后回到跑道 助跑冲刺天空出现一道弧线 7米73又一项世界记录诞生 在所有观众的见证下 裁判想赖都赖不掉 短短一天的联赛接连打破四个记录 欧文从一个出来乍到饱受争议的黑人 一跃成为全美田径赛场的大明星 观众们的谩骂声已然变成喝彩 此时的观众绝对想不到 这个打碎他们有色眼睛的黑人 在上学之前从来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 完全凭努力考上俄亥俄州立大学 还成为了一名田径运动员 上学那天 父亲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 在这个白人主宰的时代 不管多么优秀的黑人 都无法改变被踩在脚下的命运 即使是高等教育的大学 歧视和偏见也无处不在 就连使用预示的顺序都要排在白人后面 他还不能出这口恶气 因为黑人一旦惹事 必定背上全责 直到一天 欧文的短跑成绩吸引了田径教练 100米短跑 10秒04 教练眼中看到了光 一旁的橄榄球教练很不屑 世界记录是9秒04 足足比他快一秒 这一秒的差距多少人一辈子都追不上来 而教练却说 世界冠军跑的是100马 欧文跑的是100米 办公室里教练并没有赞赏欧文的天赋 甚至毫不留情地指出他的缺点 起跑速度慢 步调还凌乱 总之 提升空间很大 现在把你的身体托付给我 两年后的柏林奥运会 我保证你将一战成名 从这天起 师徒二人便开始夺冠的荣耀之路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操场上 永远有一道黑色闪电在奔跑 经过教练日复一日的调教 欧文的跑步方式变得有技巧 他跑得越来越快 而一旁的白人橄榄球队员 对他的歧视和侮辱从没停止 一个黑人妄图参加奥运会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面对旁人的绩效 欧文的心态多少受到影响 燕却安之洪福之至 一天田径队和足球队 在更衣室发生冲突 两个教练也加入到争执中 七嘴八舌的声音席卷了整个空间 教练借此机会教会欧文 屏蔽身边不和谐的声音 两人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十大联盟田径比赛如约而至 可欧文几天前摔伤了膝盖 教练不允许他参加这次比赛 而欧文却说 一个奇迹的诞生只需要十秒 这个男人说到做到 9秒03打破世界纪录 虽然裁判宣布的成绩是9秒04 但两人心里很清楚 他们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遭到不公平的待遇 不仅没有打败欧文 反而激起他更坚定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跳远比赛中 他用另一个世界纪录告诉所有人 不要小瞧一个拥有梦想的黑人 而这只是他摘下众人有色眼镜的开始 接下来200米短跑 23秒03又一个世界纪录 225码跨栏 22秒06 短短45分钟的比赛 接连打破四项世界纪录 在场的观众全部沸腾起来 人们口中再也没有谩骂 回去的路上教练告诉他 你今天打破的不仅是世界纪录 还超越了我11年前保持的三连冠 果然长江后浪推前浪 两人发自内心的笑出来 经过这一战 欧文成为家喻户晓的田径明星 同时还获得了奥运会三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为此他将迎来紧锣密鼓的备战训练 可就在这时 黑人协进会找上了他 主席希望他拒绝参加柏林奥运会 此时的德国被希特勒统治 德国的犹太人和黑人保受压迫 主席劝他以不参赛的举动 向世界宣告黑人的团结 从而抵制其事 欧文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边是来自种族的压力 一边是自己的梦想 第二天他把退赛的决定告诉教练 迎来的便是教练的勃然大怒 他明明有能力创造历史 却在这一刻放弃一切 教练不知道欧文所背负的是一个种族的压力 如果他输了比赛 同族人不仅不再接纳他 整个黑人群体都会沦为世界的效果 那晚教练已久消愁 他渴望获得这枚金牌 而自己却再也提不动到 一切期望都只能寄托于后浪 第二天他一拳一拐地拦住欧文 这一次教练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如果你不向世界证明黑人的力量 他们又怎知你几斤几两 沉默和逃避不能改变其事 但实力可以打破一切偏见 听完这话 欧文经过内心的挣扎 终于明白教练的意思 他要站出来 做第一个为种族证明的人 在去往德国的邮轮上 欧文心神不宁 教练没有获得许可 无法参加奥运 这就意味着他将孤军奋战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出现在身旁的正式教练 自己的爱徒征战奥运 即使没拿到许可 他也要自掏腰包以观众的身份 去见证欧文的光辉时刻 教练的出现点燃了欧文心中的烈火 踏进柏林奥运会的赛场 十二万观众的体育场 传来震耳欲聋的呼声 抹催元首们高高在上的注视比赛 这一刻他热血沸腾 站上百米赛道的起点 眼神中是坚定不移 心中默念只需要十秒 仅仅十秒就能创造奇迹 随着一声枪响 那道黑色的闪电如同离弦的剑 以绝对的领先冲过终点 十秒零三首战夺冠 看台上的某翠元首们脸都绿了 他们瞧不起的黑人 在他们的土地上打败他们的运动员 向世界彰显种族优劣的计划化为泡影 而接下来的跳员比赛上 欧文连续的两次起跳都犯规 空气中瞬间散发出紧张的味道 这时德国选手卢克拿出毛巾 为他做出一个起跳标记 防止他再次犯规 这一举动极具奥运精神 助跑加速就是现在 最后的完美一跳欧文成功打进决赛 而决赛的对手正是帮他找回感觉的卢克 在这一黑一白的巅峰对局中 卢克的第一跳7米54 欧文的第一跳7米74 紧接着卢克迎来第二跳7米87 刷新了欧洲赛场跳远记录 欧文不甘示弱的第二跳7米94 上一秒的记录重新被刷新 决赛只剩最后一条 卢克却在这时候紧张地犯规 失去了比赛资格 这就意味着欧文又拿下一枚金牌 他转身向卢克的奥运精神表示感谢 卢克说你该完成你的最后一跳 于是欧文调整呼吸 用尽全部力量 这一跳不仅是给对手的尊重 也是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8米06刷新了奥运会记录 此时的欧文已然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 卢克拉着他绕场一周 向数十万德国人介绍着 这个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 奥运赛场无关国家不分种族 有的只是对运动的热爱 和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第三场200米短跑 距离上一次奥运赛场上出现三连冠 已经过去36年 欧文是否能刷新历史就看这一场比赛 德国人更是把一切摄像机调出 只为了监督欧文是否有任何违规 而这正好是欧文所需要的绝对公平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包括欧文的家人 随着那个熟悉的名字响起 全国上下举国欢庆 这个黑人成为了美国人的骄傲 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偏见 更是狠狠地打了希特勒的脸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在当时的环境下 即使欧文刷新了人们对黑人的偏见 而根深蒂固的骑士从未停止 回国后在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会上 作为宴会主角的欧文夫妇 竟然被拒之门外 因为所有黑人想要进这栋餐厅 就必须走运或通道 即便是现在 歧视和偏见仍然发生在我们身边 请记住 在这个时代 真正出类拔萃的人 没那么容易被淹没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要做的不是怨天尤人 而是带着一颗满怀壮志 不甘落后的心去改变现状 抖音 我们下期见